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部著作当中 板田先生是为我们阐释了他最犀利的一面 为我们揭开了剃刀板田的真面目 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 我们简单的跟大家聊了聊攻击的几种方式 以及几种方式的简单框架性的 我们去说到了几种方式的使用的逻辑 和他们的一些可能会的目标和达到的效果 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这方面的话题 其实我觉得就是在下棋的过程当中 或者说我们学习维棋的过程当中 这个逻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维棋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一个逻辑游戏 是非常纯粹的一个逻辑的游戏 如果我们棋里比较清楚 或者说我用我们刚才的词叫逻辑 我们的逻辑比较清晰的话 在我们的实战当中就会让我们的计算少走很多弯路 我们下棋的目标 行星的目标就会非常的清晰 也就是所谓的我们说棋里会非常的好 大局观会非常的好 所以说我们在谈进攻 进攻是在谈什么呢 进攻实际上谈的不是计算 这个一会儿我们再展开了跟大家聊一聊 进攻谈的是比较抽象的 也就是逻辑和棋里方面的问题 所以说我是希望呢 就是我们通过对板田先生这个大师的著作的这个学习 让我们增加对棋里的这种理解和 对于这个所谓进攻的一些逻辑上面的一些体会 好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棋局 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局面 这盘棋呢是板田先生直白 他的对手呢是板田道玄九段 也是一个九段高手 现在这个局面 可以说是进入到了 典型的进入到了中盘的一个对攻的一个局面 黑棋在下面捞了很多的实地 同时右上角也是黑棋的一块阵地 那白棋呢 就是主要集中在这个左边 一条边和右边的这一块 加上左上角 那么这个局面 双方现在目前可以说我们关注点是在中复 黑棋的这一块棋 这几颗棋子暂时是没有完全安定的 但是呢 这几颗棋子要想进攻他是有一定难度的 比如说可以想象的白棋从这个方向飞过来 那么黑棋就可以从这边出头 黑棋这几颗棋子 他的头比较差 而且离这个大本营啊 就是离他的这个 这三颗棋子离家很近 离他的根据地很近 那白棋来说呢 现在虽然说我们在讲进攻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我们一再强调的进攻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那白棋这块棋他自身也没有完全安定 就是说我们要进攻的同时也要再照顾到自身 我通过进攻可以得到什么 如果说可以把自身获得安定的话呢 这个也是进攻的目的之一 这个说多了 就是说我们回过来去分析这个局面 就是说现在黑棋这块棋没有完全活进 白棋这几颗棋子呢也没有完全安定 那白棋这几颗棋子可能看上去比黑棋还要薄一点 因为他离家相对来说远一点 而且黑棋这几颗棋子会对白棋造成一定的威胁 那接下来问题来了 我们谈的是进攻 我们这本书一直在谈的是围棋的进攻法 白棋该如何进攻 说来说去我们刚才分析了下来之后 感觉上这道题或者这个局面来说 应该是一个置孤的一个局面 就说白棋的目标应该是怎么处理好自身的 那这个置孤的局面我们跟攻击有什么关系呢 那这个攻击又能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的课题 好我们不卖关子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实战 板田先生给我们的答案是什么 我想大家可以把它当一个 这个局面当一个题目来去思考一下 我估计能够想到下一首板田先生的下法的棋友 可能是少之又少 的确下一步棋是很难被猜到的 板田先生给我们答案是 长 这步棋请大家仔细的体会 从两个角度来说 这步棋是有很大的深意的 就是它是怎么讲呢 如果看到这步棋 我们就理解 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局面是进攻了 我们刚才在讲的时候 可能完全忽略到了黑棋的左上角 因为黑棋这个子是一个 就是这个地方黑棋是一个提了一朵花 眼形非常的丰富 而下面呢 黑棋随便搬了一虎就能做出一只眼 所以说看上去 而且头在外面 看上去黑棋这块棋啊 我们往往不会对它动脑筋 对 而白棋要进攻黑棋的话呢 那么只此一手 只有这一手棋 就是长 所以说这步长呢 看上去又是一个单关 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 就是说进攻实际上要完成一个目标的 进攻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我们不能盲目的乱攻 那么这步长实际上呢 花了一手棋 看上去 它是一幕棋都没有的 它是一个近乎就是一个单关的一个下法 那这个我们说起来可能就有点不符合我们进攻的目的了 是不是 没有获取利益 同时其实对黑棋来说 黑棋这块棋呢 看上去也不是很怕 但是这步棋确实是一个 我觉得值得我们仔细去体会的一步好棋 首先我们来谈谈局部的问题 局部呢 我们谈到进攻这块棋 它实际上有两个目标 第一个目标是完成一个局部的目标 是一个防守 防守什么呢 如果你不长的话 那么在这个局部 黑棋有点一个的这么一个妙手 也就是说白棋这个棋形是存在缺陷的 黑棋点的时候 白棋如果你走别的 黑棋就爬回来 这白棋目搜上是受到了损失 如果你挡的话 黑棋扳 由于有点的交换 这个时候白棋挡 黑棋打吃 这个时候白棋就很为难了 首先你不太能接上 如果你接的话 黑棋从这打下来 白棋跑 黑棋再打 这样我们看白棋的左边的大控 就被黑棋无情的打穿了 打穿了不说 你提了两个子还没有做活 这个地方白棋还需要后手做活 很委屈的 脱了粘上后手做活 这边黑棋再拆过来 我们看刚才这块棋 是跟黑棋底下这一块棋 是比肩的一个大控 现在就所剩无几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 对于白棋来说 白棋不能接 在黑棋打吃的时候 白棋不能接 这被黑棋打下来受不了 白棋就只能打吃 选择忍辱 投生 打吃了度过 忍耐 但这样 黑棋先手提个字 不仅目数便宜 同时 黑棋这块棋就变得非常的结实了 那么白棋将来再对他有什么想法 几乎是不可能的 也就是说局部来说是有问题的 局部白棋的棋行是有问题的 这可能是我们往往容易忽略的一个地方 我们在谈进攻和防守的时候 脑子里面总是想到一个场景 很热血的一个场景 然后打打杀杀的 然后就是很大场面的一个场景 打手一挥 我进攻的方向怎么怎么着的 但其实不是这样 其实我们在每一步棋的时候 他都很精密的 对于高手来说 都很精密的在去对自己的棋行 进行分析和判断 那么这个长之后 黑棋这个点就不成立了 如果还是点 我们看刚才的这个局面 打吃的时候 这样白棋就可以接在这 由于有了这个长之后 给黑棋造出了一个断点 我们看黑棋如果刚才还是打出来之后 白棋把这吃了 那黑棋就显然是得不偿失了 所以说白棋长的时候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时机 当白棋有了这颗棋子之后 对当白棋有了这颗棋子之后 黑棋这个点的手段就已经不成立了 如果没有的话他就可以点 有了他就不成立了 这就是白棋的这个长第一个目的 进攻黑棋这块棋的第一个目的 叫做就是防守 对局部进行防守 我们再来看实战 那既然这个点的手段不成立了 黑棋就考虑在上面利用 靠一个 白棋搬 这个局部来说也是手劲 黑棋靠了长这个 这也是一个手劲 这样是欺负了白棋一下 白棋之后接上 然后黑棋再跳在这 好接下来我们来说 这个长的第二个目的是什么 我们刚才说白棋这块棋 实际上自身是有一定的缺陷的 那么他要就是怎么办呢 他要么就是自己 就是说我们在自己面对有孤棋的时候 只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就是自己寻求出路 要么就是出头 要么就是做火 第二种方式呢 就是说这盘棋板田先生教我们的一种方式 叫做以攻为守 就是我们自己虽然有弱棋 但是我们不要自己单纯的防守 而是采取另一种方式 就是进攻对方给对方施压 通过给对方施压的方式 我们自然的把自己的这个雇气处理好 这个就是非常非常高端的一个思维方式了 也是一种高端的手段 那接下来我们看 由于白棋长 现在黑棋这块棋不活 那黑棋不活的话 黑棋就要去联络了 黑棋联络有几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 比如说他这样飞 争取跟下面联络 或者说飞在这 飞在这可能有一点点问题 因为这个棋形上有一点问题 那么如果你飞在这的话 白棋会走什么呢 白棋会靠这个 对 他借着你去联络的这么一个 这个叫借力打力 我们看借着黑棋要往家联 这个地方可能还有一点弱点 如果你尝 他就接 这样白棋每在这 就是每在中间多一个棋子 其实对黑棋这块棋 都是无形中的压力 白棋这个地方多了一个接 头就变得更硬了 接下来白棋就不是从这儿攻过来了 接下来白棋可能就是从 比如说从上面这种声东击西 或者我们刚才上一节 可以说的撒网式的这种进攻 就可能会实现了 所以说白棋 如果黑棋这种单纯联络的话 白棋可以借力打力 借着黑棋的劲儿 自己也跟我们的大本营胜利会识 所以这是黑棋的一种联络方式 这是帮着白棋联络 这当然是白棋希望看到 实战黑棋是选择走在这儿 走在这儿的目的就是很简单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他不想让白棋去接劲 当然了白棋这个时候 如果单纯的跳也是可以的 其实黑棋这步棋本身也是一个 可以说是陵木 单关 但实战白棋更有意思 它是从这儿靠 可以说白棋的每一步棋 板田先生的每一步棋都是在剃刀真的是名不虚传 都是在强烈的去针对对方的缺陷去进行思考的 白棋既然你不连 我还不让你连了 白棋要阻止黑棋联络 实战黑棋搬 白棋连搬 局部的双方的手段 我们就暂时在这里面不做过多的分析 白棋间 我们只是要知道白棋这个靠的思路就行了 这靠的思路就是要把黑棋分段 黑棋提的时候白棋站上 把黑棋分段的时候 我们看上去白棋是在进攻 是把黑棋分段 但我们再仔细回顾头来来看的时候 这时候黑棋看上去可以冲断这个 但是这个是黑棋要付出很大代价的 这位白棋打持 痛苦 之后白棋再一搬 痛苦 只好退回来 木树大受损失 同时白棋交换了之后 先手分段 这叫先手分段 然后再跳出来 这样我们看黑棋这个作战 显然是大大的失败 这两块棋都会面临很大的压力 所以说黑棋实战他没敢冲断 没敢冲断怎么办 他就只好自己防守 跳了一个 然后白棋堂堂正正的把这个戒住 通过这一系列的下法 我们只是要从结果上去理解 白棋从这一长之后 我们看实现了几个目标 第一个 把黑棋这个透点的手段防住了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长实际上看上去是单观 实际上它是有很大的价值的 它是带着木的 第二个 黑棋自身还是很薄 就这块棋 目前来说自身还是很弱 由于白棋这个已经是一块铁 这个头也是很铁 接下来如果你不走 为白棋这样扎针扎过来的话 这块棋可能有生命危险 对 就是说第二个目的 就是黑棋被分断了 黑棋还是很弱 第三个我们看 白棋实际上白棋没有在防守 我们看白棋的每一步棋都是在进攻 长也好 靠段也好 每一步棋看上去 每一步棋的都是在进攻 但实际上它达到了一个什么效果 可以说是顺势达到了一个效果 不自觉的达到了一个效果 或者说是自然而然的实现了一个目标 就是什么呢 就是联络 我们看白棋自身刚才我们说很弱的 连这块棋都不如 白棋这几个棋子看上去是很弱的 那现在变得非常的结实 而且已经顺利的连回家了 哎呀不得不佩服 这就是大师的境界 所以看到这儿我就是在想 我往往在想 就是说围棋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东西 很奇妙的一个智力游戏 对于这个游戏 对于玩的好的人来说 你就觉得处处 你跟他下棋 对手如果是下得很好的 你处处都是毛病 对于他来讲 他弱棋都可以当后市去用 但对于一个就是像我这种 很水平一般的 很繁复的水平来说 就正好是相反的 我就觉得自己看自己到处都是这个问题 然后只会可能比较简单的 比较直接的去处理 去逃跑 这就是跟大师的这个境界的一个差距 所以 看到这部长 实际上我是 有一种内心的一种感动 的确是 很有收获 学到了不少 不知道 对棋友们是不是 也会有一些触动呢 好的 那么这盘棋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也感谢您的收看 还是欢迎您在下方给我留言 欢迎您对节目和对我们这个棋的内容 进行评价 感谢收看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